瑞芳区的区务会议在27号这一天再度召开了 瑞芳区长表示 北县升格两年了 各项行政工作已经越来越上轨道 也期许新的一年 区内各项事务都能够更加完善 让瑞芳区政推动工作可以越来越顺利 102年2月份的区务会议 27号在公所三楼召开 包括警销地震、护震及学校各单位 全都练习参加 新的一年开始 区长表示 历经升格后两年的阵痛期 许多机关的配合也越来越好 也期许新的一年 区内各项事务都能更加完美 我们的区务会议 从升格到现在 也开过无数处了 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当然我们平常在联系上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区务会议上我看 提案就越来越少了 区长表示 因为大家的相互合作 让瑞芳区政推动越来越顺利 不论是学校方面或是其他机关 都很配合政策的推行 希望在新的一年 各单位之间的配合也能很顺利 去年的年尾的时候 整个一个期政考核的结果 或是外界对我们的肯定 长官对我们的肯定 都可以从他们的一个言谈当中 还有整个一个书面资料 考核成绩展现出来 两场大型的免费健康检查 分别是在3月30号 在四小亭的吉安工 以及4月21号在瑞芳国小的活动中心 在此也非常谢谢公所这边有 就是权力的施实 以及感谢瑞芳国小 借我们每年都借我们的 活动中心这么好的强力 公所表示 希望透过会议 听取各校及各机关的意见和问题 同时也顺便做一些整理宣导 以立政策推行 会议里各机关单位和学校代表们 都踊跃发言 而公所也会把大家的意见 汇整起来交给各科师办理 记得陈玉威 瑞芳 采访报导 觉得知日有种台下致和内在 섯次诞争 早稍作 ?